越是交通闭塞的地方,往往越能保留下许多古老的东西 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家就一直想去找一找石家庄附近的古迹古建 我们一下就把目标定在了景形县 太行山里面隐藏着太多的秘密,值得我们去探索 但为什么一定要选景形呢? 石家庄不是也有别的县在太行山里吗? 在这儿呢,咱们就先来聊一聊景形 景形是太行八星之一,天然形成了沟通太行东西的通道 自古呢,就是交通要道 地理位置的优越,也让景形成了历朝历代的兵家必争之地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这里就是秦国东出向邯郸的必经之路 秦始皇26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设置的景形县 它的县名由来呢,在《太平还宇记》里面也有记载 四方高,中央下,如景之深,如灶之行,故称景形 景形的名称沿用是相对稳定的,一直沿用至今,历代传承 2000多年没有改名的县,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 在景形县境内,如今还依旧保留着秦始皇修建的古道 秦皇古道跟如今的国道在位置上有很大的不同 绵延山岭之上,历经千年风雨 瘦大的青石磨得非常光滑 到处都是历史的痕迹 虽然平山、赞皇也都是在太行山脉之中 也都有非常不错的自然风光 但相比之下,在历史底蕴方面 因为地理位置和景形的差距,也不如景形丰富 如今,景形的交通依旧称得上便利 往北看,不远处的大桥就是京坤高速 在南边还有青银高速,307国道,石泰铁路 也都在景形县城穿过 新修的平站高速也贯通了南北 不知不觉,这里也变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 在石家庄的历史古村落之中 景形县几乎囊括了所有 这其中,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县有5个 中国传统村落44个,是全省最多的 千年以上的行政村共有84个 秦汉时代建村的就多达21个 500年历史以上的,有147个 是全国首个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区 景形县城是景形两条重要河流的交汇所在 甘桃河和棉河在这里交汇成野河 继续向北流淌 甘桃河流域,棉河流域都孕育了特色的农耕文化 如今县城的河流,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北方,有河流传承是不常见的 景形县城也因为水赋予了灵气 人们在这安居乐业,其乐融融 在我印象里,景形也是资源大县 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 曾经有两座烟囱,就是微水电厂 和远处的上安电厂交香辉映 污染是比较严重的 如今烟囱已经没有了 整个县城也成功转型 历史文化旅游就更有了发展的前景 走进县城,韩信贝水之战的遗址 清晰可见 2000多年前,韩信就是在这贝水 一举击败照过20万兵马 为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风古运,争容岁月在这里弥漫 每一处都值得我们学习,探究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们就准备立足景形,挖掘景形 古村古迹,古文化 沉浸在历史之中不断的充实自己 来吃 нуж проблем 这一份时间 要不要 坐在一起 这 behaviors 或者一个 northeast 然后 放在一起 来看 感谢观看